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部黑帮少年,愚眉少女恋爱的校园爱情故事 一条乐是一个黑帮大佬的儿子 作为黑帮二代,他被很多人尊敬 每天上学都会前呼后用 可这并不是一条想要的,他讨厌黑帮 因为黑帮的身份会吓跑同学们 他最想要过的就是平凡人的生活 一条像平常一样,在快要迟到的时候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学校的大门 大门惯伤的那一刻,一条幸运地进去了 但以为一条的身手已经够厉害了 可是身后冲来一个金发少女 即使校门已经关上 也可以凭借自身超高的弹跳能力越过校门 不过一条可就悲剧了 被跳进来的金发少女一脚踢倒 自己最宝贵的锁也掉了 草率道歉后就急急忙忙地跑走了 一条慌忙地寻找到幸运锁 因为这个锁是小时候他和别人的约定 佩戴钥匙的人打开锁,两个人就会结婚 过了这么多年,一条早已经忘记了那个拿钥匙的人的相貌 但是他一直记着这个约定 同伴同学小野次捐起锁,递给了一条 长相清纯的小野是一条意志暗恋的对象 看到小野的一瞬间,仿佛时间都已经静止 他多么希望小野就是那个曾经和自己约定的女孩 让一条气愤的是班里转来的新同学 竟然是剃倒自己的金发暴力女 一条上前理论 结果,看似乖巧的暴力女战斗力简直惊人 一圈将一条乐打飞 心情郁闷的一条回到家里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黑帮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威胁 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样惨烈的场面不禁让一条想当双方火避的情形 还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他们被对方团灭 最惨的是自己暗恋的小野 也死在了自己的面前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为了不让自己在血泊里测涌 一条想要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 父亲还没有说是什么好办法 一条乐就迫不及待给答应了 他额不想看到心爱的人受伤 父亲和对方黑老大都是老相好 虽然他们之间是绝对不会有争斗 但是避免不了手下的弟兄有摩擦 解约的唯一办法就是和对方的女儿谈恋爱 这样就能保全两个帮派的势力 只是让一条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的女儿竟然是暴力女 名叫童琪 两个人说什么也不会同意 可是看到手下的弟兄们剑拔弩张 要开打的架势 两个人便很快地承认了情侣关系 两个帮派竟然奇迹般的和好了 看此前景也只能伪装成情侣关系了 第二天一大早 千妻就找一条乐去约会 本就是伪装情侣的关系 一条怎么会痛痛快来答应呢 他们两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有人关注 演戏就要演全套的 一条不得不答应千妻的邀请 他们约会的一路上都安插着眼线 一旦被发现是伪装 免不了又是一场战争 尽管他十分受不了千妻 可是还要尽力地去扮演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把千妻当作小野 做着情侣间该做的事情 一条和千妻的爱好实在是不一样 一个爱看文艺片 一个独爱科幻片 千妻还是做了妥协 陪一条看文艺爱情片 这个片子对千妻来说 绝对是催眠大片 一觉睡了整部电影 本想好好观影的一条 也没能闲着 在两边手下的指导下 电影演到哪 他和千妻的关系就发展到哪 十分不愿又小心翼翼的千妻千妻的手 刚一触碰千妻的手就抽了回去 下一幕是电影的亲吻情节 在手下的坚实之下 一条不得不照做 可是弄醒了千妻 看到对自己不轨的一条 狠狠扁了他一顿 这回一条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难说 两个人从电影院出来 互相埋怨 对方占用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这是迎面而来 三个唱Rub的不良少年 不断的挑衅千妻 千妻刚好动手教训那帮家伙 就被一条给带走了 一条反对用鼓励解决问题 他不希望千妻变得像那些人一样 千妻和一条发生巨大的争执 但还要一起假装和睦 两个人都以为熬过了休息日 到了上学的日子就好了 到学校后才发现 全班同学都知道了他们恋爱的消息 为他们举办了庆祝仪式 不仅如此 到了学校的两个人 依旧被人监视 一条看着自己暗恋的小野 又想到黑帮火病 只好在众人面前 十分不情愿地承认了 自己和千妻的恋情 最扎心的是 小野还祝福了自己 身为黑帮独女的千妻 在学校里显得格格不入 午餐有专人准备的稀惨 体育课有人为自己挡球 靠近千妻的人会被一一挡下 这让千妻很孤独 从小到大因为这样 千妻没有一个好朋友 一条和千妻有着很多类似的地方 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份 让别人感到恐惧 从小就没有朋友 一条来安慰千妻 并帮助千妻交朋友 她将自己的密集朋友笔记 交给了千妻 一条帮助她交到了好多朋友 了解同学 记录同学很多的内容 这让千妻十分地感动 在此课间活动 千妻的笔记 不小心被同学给看到了 很多人认为千妻很可怕 可是小野却不这么认为 她很愿意和千妻做朋友 并且告诉了千妻自己很多的爱好 小野的举动 感染了周围很多人 他们也都纷纷在本子上 记录下自己的爱好 千妻和小野成为了好朋友 也渐渐融入同学当中 这一天 班里又转来一位新同学 居外李花 李花的父母都是警察 这样的身世完全和一条对立 转学而来的李花 是一条曾经的朋友 并且十分爱慕一条 她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扭捏 一见面就像一条表面的心意 一条看见她的吊坠 猜测 难道这就是和自己约定的人吗 这让千妻十分的慌张 毕竟学校里到处不满了眼线 一条不能和别的女孩太过亲信 急忙向李花表明 自己和一条是情侣的关系 果不其然 千妻附近的手下 对一条蘸花折草的行为 十分生气 一条向手下保证 只喜欢千妻一个人 两个人进行了激烈的打斗 以一条落水结束 急忙赶来的千妻 奋不顾身跳下水 救下了一条 这时的千妻已经喜欢上了一条 她不知道一条的心意 是否和她一样 所以她也不愿意承认 两个人为了能更像一对情侣 决定改变称呼 称呼对方的名字 在异物时 千妻看到一条 很是宝贝那条锁 及时落水 也要将锁找回来 一条告诉她 这是和别人的约定 他们约好 要一起结婚 即使她已经忘记了 对方的名字和长相 千妻对信守承诺的一条 很是赞赏 并不介意一条的约定 李花时时刻地注意 一条和千妻的一举一动 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俩 周末的学习小组 变成了三方势力的对峙 两个黑帮和一堆警察 还好 姗姗来世的小野 只是一个普通女孩 学习总是无聊的 千妻突然问小野喜欢的人 所有人都期待着小野的回答 尤其是 一直暗恋小野的一条 失望的是 小野还没有喜欢的人 一条也发现 李花并不是自己的约定之人 黑帮为了增进一条和千妻的感情 将两个人关进了小黑屋 这可吓坏了怕黑的千妻 仅仅抱着一条 千妻的手下急忙赶来解救小姐 装门的巨大威力将两个人震倒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让赶来的李花和小野都给误会了 小野匆匆忙忙地跑开 原来钥匙的真正主人是小野 他就是和一条约定好的人 他一直喜欢着一条 只不过现在只能将这种情感藏在心底 在校文化节上 小野为了唤起一条的记忆 提议出 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这是他从小听到大的故事 也是因为这个故事 小野和一条才有的那个约定 小野十分想演朱丽叶这个角色 可是全班同学一致推荐了 由千妻来演 全班一起去海边进行排练 他们下榻的酒店已经被黑帮给买下 并且全方面的监控他们的爱情 千妻和一条在海边排练 无论他们怎么投入 都不像真正的恋人 晚上他们一起去鬼镇 小野和一条分道一组 终于让一条如愿了 可算有机会和自己心愈的女孩在一起 他们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两个人刚刚要牵手 同学跑来告诉一条 千妻出事了 害怕黑暗的千妻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一条不护一气的去寻找千妻 终于在一个小树林找到了她 一条的出现让千妻十分的感动 只不过这个插曲 也让她十分遗憾 没能和小野享受美好的时光 千妻的手下为了报复一条 将男女温泉浴室的标志调换 结果一条误闯入女生浴室 这可吓回来前来泡温泉的千妻 一条和千妻立马明白 这是手下给做的 生气的一条准备离开 一条进来的小野他们 正让一条不知所措 千妻为一条打掩护 将一条按在水里 在千妻的权利救助之下 一条才安全离开 坐在篝火旁的千妻 想要和一条相处的时光 她已经喜欢着这个男孩 她知道这个男孩的心里 出着另外一个人 不想给一条制造负担 决定将这份喜悦藏在心底 只能和一条说 如果我喜欢你的假设 制度的千妻回到旅馆 在房间看见了小野的钥匙 她明白了 原来小野就是一条心心念的那个女孩 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千妻 独自离开了旅馆 并在班上刺演了朱丽叶这个角色 推荐小野来饰演 千妻没有整理好自己的感情 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一条 更不想失去自己的好朋友 决定成全他们 这样的决定让一条十分的恼火 觉得千妻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 于是和千妻大吵了一架 伤心的千妻跑回家里 告诉爸爸想要离开这里 艺术节如期举行 千妻到后台告诉小野 她和一条是假情侣 一条一直在寻找钥匙的主人 希望小野能明白一条的心意 演出在即 小野意外被道具砸伤 大家一致希望千妻来出演朱丽叶这个角色 深受感情困扰的千妻不想出演朱丽叶 在小野的请求下 才终于同意出演 演出开始 两个人各自演着自己的角色 没有任何的情感交流 只是按照剧本说着台词 由于千妻的忘词 舞台剧变成了两个人吵架的闹剧 却没想获得了惊喜的效果 这样老旧的戏剧有了不一样的韵味 此时的一条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他也喜欢着千妻 失神地牵着千妻的手 罗明欧和朱丽叶两个家族的斗争 想起了千妻和一条两个家族的斗争 虽然一开始 两个人并不是因为喜欢而在一起 但是现在他们的心里都有着彼此 千妻在舞台告诉一条 他的命中注定人是小野 这是一条完全明白自己的心意 和千妻的良苦用心 扮演着罗明欧的角色 宣洁着自己的情感 罗明欧与千妻共赴皇权 和现实中千妻却离开了 他希望一条和小野在一起 小野拿出了那条项链 钥匙打开了一条的锁 却再也打不开一条的心 锁里面装着两个戒指 一个属于一条 一个属于小野 但现在一条有了千妻 将戒指还给了小野 张宁豪自己的感情去追滚千妻 有了李华的帮助 一条很快到达机场 他的真诚感动了在机场拦截他的人 可还是晚了一步 千妻坐着飞机飞走了 千妻的天身保镖拦住了一楼 要杀死他 他无法守护千妻 保镖扣下扳机 里面根本就没有子弹 他要试一试一条的勇气 一条的勇敢打动了保镖 不再阻拦 千妻看到追飞机跑的一条 将飞机停了下来 他从飞机上下来 一条说出了最深情的告白 最后表明心意的两个人紧紧相拥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日本漫画改编真人电影《北恋》 千妻和一条的感情 虽然一开始是假的 但是结束时是真情 这是一部非常轻松搞笑的电影 老二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